而另外喜欢网购的民众也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诈骗手法又出新招 游民拱先生在知名的卖场里头卖衣服 结果被诈骗集团盯上 先是被诈骗集团假冒身份 寄道歉信函给买家 这内容声称员工疏忽 所以将会连续扣款12个月 再利用买家回信伺机诈骗 还好这买家机警 目前还没有人受骗上当 网络购物快速方便 还可以分期付款减轻负担 但台北一名经营网络服饰卖场的 拱姓男子被诈骗集团冒用身份 寄送电子邮件对买家进行诈骗 有别以往的诈骗信函 这次开头就先道歉 表示卖场系统有问题 不小心帮买家用到重复订购单 买家要快点依照指示 回复并解除分期付款等方式 但一切都是骗局 歹徒以这个假的电子邮件 来骗局买家的信任后 等买家回复到这个客服信箱 就会假冒银行或邮局的员工 来诱使买家进行诈骗 提醒民众一般卖场解除分期付款 并不会要求民众购买游戏点数 或者再付款 民众千万别再受骗上当 去找塔 来知道吗 好 来 谢谢大家